作词 李宗盛 无声无息 一杯酒 尽如愁长眠 轻易难舍难寄 一声淡 剪在一心阑珊处 风里的孤单 斩断了牵绊 一声淡 忘不掉那心痕 当今眼中泪 拨开这纷乱 那边乱离山河送唱歌 风起烟灭 恨意蹉跎 洒意强热血 只为你化红妆 愿此生有你变无上 我愿和你共复天涯 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是为唐朝晚期 藩镇格局局面的延续 格局一方的藩镇 有些自立为帝 有些奉五代为宗主国 天资国便是在此生产下 奉后堂为宗主国而存活的 一个小国 其皇帝孙前帝奉中平 年轻时历经图止 一世间也将天资国治理得有生有死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圣诏 吾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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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郑同群 郑兄啊 众训平身 谢皇上 徒睹皇后 hod unlock 千岁千岁 千千岁 皇长子凤临 祝贺皇后娘娘 千岁 千岁 千千岁 临儿 封后大典乃国之喜事 岂容你胡闹 快退下 父皇 儿臣只是前来贺喜 并无他意 你 儿臣还带来了母后生前的衣冠 也让她来看看今日的盛况 凌儿年少气盛 请皇上息怒 凌儿 你对母后的一片孝心 本宫自然明白 你还是先退下吧 母后 我只有一个母后 她先世未满一年 举国还为之服遭 父皇就如此急切地策立新后 父皇 你就不怕群臣和天下人耻笑吗 放肆 皇上 大皇子 大皇子年幼 又出逢母丧 亦是私母成痴 情有可原 请皇上息怒 大皇子 殿堂之上不可任性妄为 老臣恳请大皇子先行回避 太父 我与母后前来共襄圣典 怎能回避 你 不知轻重 太父如此苦劝 你还执迷不悟 国法昭昭 岂容你互来 来人哪 立刻将大皇子进足广复宫 遵旨 老爷 你给绝对 你一切地咱们 大家会帮你 各地的 新居民 都尊重了 到械子 这时 现在只有我了 怎么讲 逢此变故 他对皇上定有芥蒂 我现在辅佐于他 他定会感激涕灵啊 如若将来他能成事称帝 我自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况且我们家思雨对凤林情深义重 就算是为了女儿 我也要把大皇子扶上皇位 大皇子 大皇子 切莫为已经过去的事情 伤怀不疑 大皇子应该振作精神 筹谋补救之策呀 补救之策 大皇子 校会先后生前阴阴嘱托末将 让末将一定要将大皇子 扶上太子之位 伤怒 赶紫 是 应该是 最后 很可能 帮pis 本宫 如果有个万一 杜将军 你能否保护灵儿 平安周全 请娘娘放心 末将定当全力保护末将军 主 säger 杜将军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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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已经准备立凤巡为太子了吗 大皇子 只要他一天不登基 大皇子就有机会 以末驾来看 大皇子应该接受皇上的安排 远去北疆 韬光养晦 积蓄实力啊 大皇子 末将已为大皇子寻得了两个爵士高手 为大皇子传授武功兵法 末将在北疆也已经为大皇子安排妥当 确保大皇子的安全 末将留在京城 尽量取得孙皇后的信任 以便相助大皇子 将军也要小心 大皇子 孝慧先后生前还有一个交代 希望大皇子将来能够娶小女私语为妻 好 既是母后一命 奉您定当遵从 母后 一定会回来的 大爷来了 大爷来了 大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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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大爷啦 大爷来啦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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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王 良王 良王啊 您来了 允翠 良王来了 良王 良王 西域来了一批上好的美酒 特意给你留着呢 陪我多喝几杯 进去 你多喝点 多喝点啊 进来 进来 慢一点 出去 打开 这个不争气的逆子真是可恶 弹劾凤林榴莲青楼浪费公帕的奏折 数不胜数 朕还没有惩处他 他竟然还敢来要求增加军饷 灵儿远在北江 大臣们也是道听途说 以讹传讹 皇上先不要动气 等把事情调查清楚了以后再说 他那些风流战数不胜数 全记在这里了 谁还冤枉了他 这个不成才的逆子 北江这么多年来 兵将人数并未增加 可是他却不断向朝廷哭穷 说军饷不够 怕是全被他撒在青楼厨馆里了 灵儿变成今日这样 想来也是小小年纪 就孤身远赴北江 无人引导劝谏所致 早知如此 臣妾当年应该反对杜将军的提议 那是他自己不争气能怨谁 既然皇上忧心 灵儿挪用军饷 臣妾倒是有一个提议 不如将内东关的军饷 交由杜将军监督长礼 多个人把关 灵儿自当有所警惕 也好 BuzzFeed 二十五 刚刚我纵身过来时 你军应该转身站住更位 转占坎位 举我中路 要知道面对敌人时 任何犹豫都会致自己与死济 师父说的是 王爷与我们同时习武 尽竟最快 已是我等望尘莫及的了 自欺 两位师父 受杜将军所托来教我武功 自当对我严格要求 王爷能明白我和师妹的苦心 也不枉我们多年的尽心竭力 鱼儿的武功已经回好了 师父 明日定当更加努力 仔细为好 继续跟朋友联系 是 王爷 灵儿到白天驻守边关 夜里又潜移练武 他比谁都刻苦 这样下去 真怕他身体是不消枉的 吃得苦中苦 方为雷丈人 小师妹 奉弃武夫人之人 来到后面排队去啊 排队排队啊 都有份 都有份 排队 后面排队去 别急啊 都有份 没急 没急 排队排队啊 立刻来啊 排队排队 快快 快点 排队 排队 快点 好下一个 快点 拿着 拿上 后面还加一个 加一个 快点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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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都回去吧 是 拿着 都给你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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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今天馒头都发完了 你们回去吧 明天再来 散了吧散了吧 请来请你 给你点 没了没了 明天再来 往后退 散了散了吧 散了散了 王爷 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你醒醒好 给我点吃的吧 快快 老奶奶 你没事吧 你干吗打人哪 你怎么打人哪 篮子都刷完了 没了 还有这么多 你为什么不发 算什么东西 都大了 都发完了 不准备了 微臣叩见太子殿下 千岁 千岁 千千岁 湘公公 去把没有发完的馒头拿出去 继续发放赈灾 是 大胆现令 朝廷命你发粮赈灾 日发五百 你竟然日发三百 可扣赈灾响赢 中饱私囊 你将不须民苦 贪赃枉法 简直罪大恶极 众牙矣 使朝廷俸禄 仍为虎作战 欺压难民 天力难容 湘公公 将他们押入大牢 待刑部定罪 再做处分 好 好 好啊 雪儿办事 果然越发沉稳得力 乔庄难民 深入民间 实地探查 揪出贪官污吏 为民除害 雪儿 您能苦民所苦 朕甚欣慰啊 谢父王夸赞 皇上 您没能亲眼看到殿下 当时多么英明睿智 难民后来 都向殿下欢呼道谢 殿下深得民心啊 相公 如此看来 朕也可以将一些朝堂政务 交给你打理了 儿臣惶恐 儿臣需要向父皇学习之处 好凡如星 尚待磨炼 来 雪儿 给朕再说说 这一路的探访经历 是 太急了 是 还是 很厉害 哪人 是 我的 就走吧 这起位 你自己说 你不会有的 你不相信 看到任何人 你贴得伤害 你得串 你不是 那时候 我把你冒了 你址サ早 你跟我一起 我还全身 天下第二了吧 你这个自吹自擂的功夫 可不是我教的 师父 我上山八年了跟您学艺 从诗词歌服到琴棋书画 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 你就不能夸过我吗 你还用得着我夸吗 自己都把自己夸得天下无双了 我不就是想要天下无双吗 不然干嘛来杜白山受苦啊 师父 加菜 加什么菜讨厌 师父 你当初为什么收这个人做徒弟啊 你看这山上的飞禽走兽 都快被他给吃光了 是啊 已经所剩无几了 大可以让他出师下山 不是 师父让你出师下山 你给阅阅证啊 喂 喂 猜猜猜 看啊 你回来 所以去你想想想看 你呢 看哪一个人 应该有这个�天 呢 过去 我给你了 皇后的提议甚好 这下 如果凤林也有家事 是不是心性也会安定下来 皇后 不如趁此机会 一并替临儿挑选梁王妃 如何 皇上所言极是 都是臣妾不好 思虑不周 竟忘了临儿的终身大事 请皇上恕罪 皇后不用自责 你对临儿的心意朕都明白 王公公 传朕旨意 即日召梁王回京 是 杜大人 我今日到你府上 是替娘娘给你带个话 请国舅大人示下 娘娘说了 希望杜将军 对于梁王所需的军饷 不要严控 不要限制用杜 他想怎么话 你就怎么攻击他 末将明白 末将明白 末将对梁王的所求 定会极力达成 这也是娘娘作为慈母 对儿子的一番心意嘛 我们都知道 这梁王喜欢花天酒地 咱们可别委屈了他 明白 末将明白 末将军饷 不过 周旅养 咱们真的 就是 这梁王 见过孙大人 杜夫人真是教女有方啊 司语不仅容貌出众 而且才艺双全啊 难怪皇后娘娘 有意要选司训 为太太有的 太子妃啊 承蒙娘娘不弃 末将深感荣幸 杜将军 不必如此客气 这么多年来 娘娘早已经把你视为心腹了 如果这次能缔结姻亲 那岂不是更好了 我可等着喝这杯喜酒了 他喜欢你 老娘 八年了 我终于可以回京了 等王极日就动身 死侍的训练 就拜托二位师父了 王爷放心 我们定会照管错当 自去运遂 你们继续管理春花楼 一定要去往二本师傅用作补力 属下定当尽责 请王爷放心 为好 你随我一同进京 是 王爷 方林 此行风云莫测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我会的 老爷 如果觉得娇娃无趣 就去书房练字吧 这俩孩子不在身边 没人惹我生气 我倒觉得岁月空天百无聊赖了 也不知道他们在杜白山过得怎么样了 爹 娘 你瞧 我想儿女小的 怎么好像听见他们的声音呢 爹 真的是你们哪 爹 爹 你爹啊 娘 你又女儿啊 把东西放下 娘 爹 我们学业有成 师父准许我们下山了 好 是我学业有成 顺道带着下山 它是沾了我的光 是你沾了我的光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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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累死我 走开 让我抱抱娘 正儿 我好想你哦 爹 快点儿 你被刀摔了 你帮我帮你了 怎么回来 你走开 你走开 你来 你走开 有多大魔鬼 你走开 我走开 你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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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末将参见王爷 将军无须多礼 王爷 多年未见 你出落得如此风神俊朗 末将实在替孝会先后感到欣慰 将军在京中也会竭进权力 相担于佑 王爷 那将军将在京中 他都将军笨上 看看 这谷歌 相信 也将军军 Cada 帮助王爷 王爷 王爷昔日故作放荡 也是为了消弭孙皇后的戒心 不知此次进京可有什么想法 以往我已让父皇备敢失望 眼下回京 首先要改变父皇对我的看法 争取能够让我留在京城 这样我才能够死机而动 王爷 获得皇上的青睐固然重要 但是王爷还是要收敛锋芒 尽放孙皇后杀心在己 将军提醒的是本王紧急 将军 下死的不信 儿臣 叩见父皇 叩见皇上 请请请请您的终于 请请请请请 我预备着 就是了 好的 他也准备出有了 三个人 他就冲到 他就冲到 这首席 也冲到 这个龙胖 也冲到 你这首席 冲到 这首席 是 回事 是 有人 为此事 向父皇请罪 父皇 儿臣之前助手边关 所以刻进职守 但思乡情弃 仍觉孤单 所以免不了浪迹风月 导致众口功法 害父皇为儿臣担心了 儿臣肯请父皇宽恕儿臣 这 父皇 儿臣回京途中 看到国家凡胜 百姓安居 这全是父皇 您勤勉执政的成果 儿臣身为皇子 却不能陪伴父皇左右 替父皇分忧 替百姓谋服 儿臣心里真是深感愧疚 父皇 儿臣向父皇保证 从今往后一定痛改前非 绝不会让父皇再敢失望 好 好啊 人非圣贤 孙能无过 临儿 只要你知错能改 朕 就不再追究了 幸福皇 临儿 母后已命人 把梁王府收拾妥当 你可以 皇后 不要弄得大 就让玲儿 还住广凤宫吧 你我父子 也好随时见面续谈 幸福皇淳爱 好 好啊 这凤林谈徒有制 举止得体 并不像密报中所说的 那么荒唐不堪呢 娘娘 这些年 我们派了那么多的探子 监视着她 所得消息 不尽然全是流言 臣以为 她今天的表现无非是 想获得皇上的好感 以便流经 不过是隐藏本性 讨好皇上罢了 不论真相如何 本宫都不能让她再经常就留 免得养虎为患 是 灵儿 你听母后讲啊 嗯 那事 所指的就是 如何修养自身 外王呢 便是 治理天下之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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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啊 一定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终于要回到这里了 不管多艰难 母后的心愿 孩儿必定会尽力达成 分开属于我们的一切 我一定要全部拿回来 天啊 天啊 大家没有看 礼師 Sofia 在杜白山刻苦学武 今日所见 功夫果然了得 那是 月缺 见到你实在太开心了 对了 月争 她也回来了吧 当然了 走 带你找她去 好 月争 月争 小姐呢 小姐在浇花呢 走 走 月争 月争 你看谁来了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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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蛋了 水泼太子 那可是死罪啊 是不是太子没事 对不起啊 我不是要泼你 我是要泼她的 对不起啊 我是故意的 没关系没关系 不要紧 你是 凤徐 月争 八年不见 你比小时候还漂亮 凤徐 你可真敢夸她啊 就 就这啊 一天到晚风风电电的样子 还总吹自己举世无双 对不起啊 没事的 确实是举世无双 请殿下赶紧回宫更衣 这万一染了风寒 小人可担待不 闭嘴 对啊 你赶紧回宫换衣服吧 知道没关系 越挣越缺 我皇兄也从北疆回来了 改天一起到宫里聚去 凤梨回来了 是啊 好啊好啊 改天我们一起去 好啊一起去 一起去 小姐 王爷来了 小姐 歌声 红饼 你 那是雨 用所有的遇见去换 换此生与你的肩并肩 时光遮遥我的脸 快乐不会再孤单 说好的并肩不会搁浅 你还好吗 都好 只是日夜挂念着你的安眠 你孤身一人在北郊 无人找我 我常常会担心 你是否吃得好 谁能想 我很好 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受苦 你能不能丢手 我喜欢你 你会太想要 你不错 你不用担心 你不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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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担心 你不忍担 你不忍担 我只想要 我可以打开 你不忍担 我很想要 那我可以打开 我可以打开 我可以打开 你知道吗 有好几次 我都想不过一切地去找你 可是又怕因此 而连累了你 你不知道我多想你 我们不会再受着相思之苦 花若睁开着心中的浪漫 风若极药不散那句誓言 烛光已微微闪闪 哪个月一散 红线那段 是谁在期盼 情思解爱结合 三生悲欢 被中沙流 孤尽那些孤单 梦胎满一阵一魂梦醒 却为那一声弹 是哪个天涯 在那边 沧海之中 为你再等待 只情愿 哪些愿 都是等在我肩 缠绕着黑发在眉间 剪不断前奔 你的笔文是我的答案 不断 走在日纷纷乱乱 茫茫人世间 用此生 眼泪毕竟 眼泪毕竟擦亮 你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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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容装